大家早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 LACANDA教会 我们今天也有很多朋友 在视频上 线上跟我们在一起敬拜 非常高兴 请大家起立 我们一起来敬拜三名 Come all you weary Come all you thirsty Come to the well That never runs dry Drink of the water Come and thirst no more Come all you sinners Come find his mercy Come to the table He will satisfy Taste of his goodness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His one and only son To save us Who never believes in him We'll live forever Bring all your failures Bring your addictions Come lay them down At the foot of the cross Jesus is waiting there With open arms See his open arm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His one and only son To save us Who ever believes in him We'll live forever The power of hell Forever defeated Now it is well I'm walking in freedom For God so loved God so loved the world Praise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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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From whom all blessings flow Praise hi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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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the wonders of his love Praise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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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死下的那一種世界 沒有 而是我們第一的救助 反昇相信他的一頭 有的水流 是個水流的光源 神會被你期待你 我想你这么大 他是这个世界 阿们 好的 大家早上好 欢迎参加我们的敬拜赞美 我们LCBC La Canada 请长老教会 这是一个圣餐的主日 也是一个家庭的主日 我们今天会有儿童 是参加我们的敬拜赞美 而且是有一些学生 来带领我们的敬拜赞美 同时我们也会请 来自我们大会的会众 来带领我们的 以及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学者的 学者还有一些 我们全球的领袖 那我们今天呢 还有欢迎 今天在网路上的一些朋友 我们今天需要现场准备 要用我们的这个网路的网址 然后点CC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敬拜 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字幕了 好的 非常开心 有Avers Lou 他今天呢是带领我们来欢迎大家来做呼召 好的 Avers 请你开始了 Welcome to the church My name is Albert 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子民 作为基督及追随者的这个社团体 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 与其他的圣餐 来辨别中心服事的方式 我们在世上 哪里可以侍奉我们的神呢 在家里 在学校 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这个社区的每一个土地上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侍奉我们的神呢 在压迫的地方 努力身上正义 在痛苦的地方 我们要提供安慰 在有仇恨的地方 我们要分享爱 我们在世上 为什么要侍奉我们的神呢 因为圣灵在呼召我们 因为耶稣呼召我们 去实践我们的信仰 现在就让我们敬拜 那呼召我们的那一位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一起 其中一个方法来敬拜 在那里就是我们彼此来问候 我们花一点的时间 彼此来问候 有一个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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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玩 到后来的信仰 我明白 不说 我》 刚刚 宝贝 Сейчас 宝贝 你 宝贝 政府 什么 binnen i know it's here he's coming to church now my son yeah i know it's there the hat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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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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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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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我们去吧 我会继续,抱歉 好,谢谢 所以 我道路是何人也好 我道路是何人的信息也好 是我唯一可以信赖的神 我高于我所看到的 而且告诉我的生命 我只认只有信赖的 而且我只信赖的 无论你到什么地方 我也要跟着你 有个地方 我也要去就在 我会同时候 我会忍受 追醒你 我会说爱你 有时候不是的人 我要去 我会忍受 我要追谁 是的 我要追谁 你也是我们世界的光 你也是我们生命中的光 不要我对你而为我 你所要寻求的 而且是我们可以寻求的道理 我所需要的,你都能够满足过 不论你去哪里,要追随你 然后追随你到天涯后角 我要爱你所爱的人 我也要服侍这种服侍的人 然后提示的时候,我也要去找你 是的,我也要去追随你 在你的活度里,活着永恒的生命 我的灵魂得以自由 我的心里,得以欢乐 永远的喜乐 是的,我要追随你 我要追随你的脚步 我会去看你 我要追随你到天涯后角 我爱你所爱的人 我要服侍这种服侍的人 如果当我们遗失的时候 我也要寻找的就是你 我们要追随你 真的,我们要追随你 我们要追随你 我会追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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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s we sing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forever,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forever. Creator God, you gave me breath so I could praise your great and matchless name all my days, all my days. So let my whole life be a blazing offering, a life that shouts and sings the greatness of our King.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forever.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forever.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All for you and for your glory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yours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All for you and for your glory Take my life and let it be yours We sing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forever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Glory to God forever Amen,大家请就座 Amen, please be seated Glory to God forever Amen,我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音 我们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聚会 不论你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网路上参加我们 首先我们要欢迎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 请大家填写我们的欢迎卡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联络 然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教会 同时呢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带导的事项也可以通过这个卡片 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络 然后在网路上呢都可以看到我们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为大家来带导 如果今天是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的教会我们在大厅有一些欢迎的桌子那边有一些资料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教会的服饰 如果你今天要坐在走到旁边的话 我们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友谊卡可以写一下名字 然后传阅一下让大家可以知道有哪些人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聚会 今天呢你知道说进来的时候有多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招待团队呢 大概总共有六个团队来自不同的国家 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一个主日的一个圣餐啊来服务大家 稍后呢大家可以一起来想 我们在教会另外做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生命当中 我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 在活胜生的主啊 祂为我们而死而且又复活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日圣餐呢 就是也有两位的弟兄不行过世 第一位是Ricky Gavin呢 他的最次礼拜呢会是在我们的这个十月二十号 就是在星期五的下午三点 另外一位是Glady Kabatag 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老会友了 那这个是在十一月四号的早上十点钟 请大家注意一下有关于这两位 Gavin的家人呢 十月二十号下午三点 以及Kavatag的家人呢 他们是十月四号早上十点追思礼拜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起来纪念他们两位 也请在祷告中进入他们 希望你们今天进来的时候 你都已经领到了我们十月份的一个约理 这里面很多很多的活动的信息 希望大家可以带回家 然后再记一下你要参加的时间 另外几个有重点提醒大家一下 这里面有很多细节 但是下一个礼拜就在今天的礼拜之后呢 我们可以有这个是有新的拉脱亚的这个宣导团队 还有这个是十月十二号呢 是我们的这个是红十字的宣选日呢 那另外还有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 还有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请大家参加 就是可以知道是我们喜欢这个上帝的家人呢 在一起事实上呢 我们就是今天是有关于世界的圣餐日 如果你们有一个属于哪个教会的话 我希望你们加入就我们的教会成为我们的家人 所以在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一个聚集会的时间 可以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我们的长老教会 以及了Canada的长老教会 了解耶稣基督教会的事工 我们所有的会众 我们的一个牧师都聚在一起 特别是在十月十五号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会议大会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大家可以来多了解 所以我们教会 如果想要加入我们教会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不论你是在网路上呢 那一天我们有免费的午餐呢 我们还有帮大家照顾年轻的这个儿童 这个托婴或者保姆的这个服饰 让你们可以参加机会 那我们十月十五号 我们还有Sean Riding呢 他代表我们一个全球的伙伴呢 来是所谓复伴 也就是所谓的儿童之家的一个 在在信仰的一个分享 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好 那他服务主日之后呢 还有一个午餐 那服务 那我们可以多了解Sean跟他家人 在那边做一个门徒 他是在费城 菲勒达菲亚在服务室全世界各地 那他们这是寻求不同的一个族群 寻求一个平安 那大家可以看到Sean呢 就是可以在网路上登记 那十月二十二号是我们年度的是所谓的Sense的音乐会呢 Jack他会带领我们的音乐会 他安排了很棒的一个服务呢 同时呢他也就是在这个服务里面 这个强调就是说我们很多的 这个过去一年的也过世的一些家人 所以你们有从我们社区里面 或者家人或者想要去纪念他们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来去纪念我们过世的一些亲友 那我们如果有这些过世的亲友朋友 你要纪念的话 请你可以看把他的相片啊 他的生日啊 还有他的过世的日期 记录下来寄给我们 我们那天会一起来怀念一下 这一次十月二十二号 那我刚才讲 我们其中有一个这个全球的伙伴是Scholar Leader 就是所谓学术的界的学者的领袖呢 他们所做的事工 其中一就是他们就是在就是开发中的国家 找到一些这个意见领袖 那就是让他们能够借 让他们进入研究所 念完书之后回到他们的家乡去服务 这是一个很好的服饰 我们会听到今天会两位 其中两位 Yulson Manassar来分享 他会跟他们分享他的信仰的一个一个故事 还有个National Christian呢 也是另外一位 跟我们分享 嗨 我的名字是Yulson Manassar 我是来自乌干达 乌干达呢 是在非洲一个小小的 大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 如果你可以看到乌干达呢 也就是我来我的故乡 我是在福乐神学院呢 读这个博士班 我是来 其实是来自从这个 回伊斯兰教转换基督教的家庭 那其实呢 我在儿童的时候 小时候 我常常去青春市去进拜 后来我想到来开始进教会 我还记得我的爸爸呢 会请一个家教老师来教导我 学这个阿拉伯文 但礼拜天呢 我又去教会呢 去听主日学 听耶稣的一个故事 我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呢 我其实 不论是我的外部 外在我的内心呢 都有很多的挣扎 到底是我是去青春市敬拜 或者是去教会敬拜的时候 我都有很多的挣扎 但是呢我的妈妈呢 是很好的一个基督徒 而且有很好的一个基督的一个信仰 而且呢 她就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她也就是像我的这个家的这些 伊斯兰的亲友呢 来我们家也一样的爱她们 而且呢 她意思要强调是说 又透过爱 也就彰显耶稣基督的爱 因此我决定就是要追随耶稣基督 而且要多了解 这样的耶稣的爱呢 如何能够来带领我 而且呢 是在我的这个人生之间 所扮演的一个故事 因此我最后就成为一个 虔诚的基督徒 那现在我在研究所谓的 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的一个关系 这是我的博士班所做的研究主题 好 谢谢大家 好 这真的是很棒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全球各地发生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如何可以参与这样的故事 那我们很高兴呢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学者 来在全世界各地来服事 那我们呢 在我们的服务室里面 我们就是把我们所收到的 一些一部分的礼物呢 回馈给上帝 因为上帝是这么爱 我们做一些回馈 都是这些很重要的一个季节呢 是要设定我们2024明年的预算 到底我们可以有多少钱 我们该花多少钱 因此整个过程 在我们的这个过去 长老教会 我们的Lakania的长老教会呢 都是有很好的一些预算安排 我也鼓励大家来踊跃的奉献 我们就是有些 大家会可以收到 我就寄给大家 下周会寄给大家一些信 有关于你的奉献 你打算奉献多少钱呢 让我们来安排我们的预算 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团契 也就是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准备未来一年的服饰的时候 请大家呢 跟我一起来 来写下你对2024年奉献的书目 那还有10月22号呢 我们有一个奉献的主日呢 可以把你的决定奉献 可以带来交给我 或者是也可以这个 所谓数位的认献证网路 那我们来庆祝 10月22号 要庆祝这个主日 那好好思考一下 我们如何要来奉献 来帮助我们设定 2024年的预算 好 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 如果你今天是在线上 或者是你在现在 我们在现场呢 你可以透过简讯来 来奉献 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网路来奉献 如果你今天在我们教会的话 也可以把你的奉献 交给我们的招待 我们在敬拜赞美上帝的时候 我们也看看 我们的这些全世界 各地的一些我们所支持的一些伙伴 这个是我们在圣餐主日想要看的一些资讯 这是南美神学院 在巴西 这是在巴基斯坦 这是在巴基斯坦 我们的这些学院 跟一些学员 跟一些领导 这是我们国际学院 学校的秀门的一个聚会 这是在巴基斯坦 公园的一个聚会 这是在巴基斯坦 这是在巴基斯坦 这是在挂地玛拉的一个聚会 这是各式大提加的一个聚会 这是在哥伦比亚的一个聚会 这些都是我们教会支持的团队 这是在波兰的一个聚会 这是在印度的一个聚会 请跟无权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 一起来祷告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视频 真的是很棒 真的是今天我非常荣幸 能够参与我们的教会的弧度 也就是我们教会全球的福祉 大家早上好 很开心来到上帝的殿堂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 我们要承诺我们的不完美 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新的一天 以及有这个荣幸来赞美你 来赞美我们天父 我们的创造主 我们的天父 你的因为你的恩典 我们事实上是不配值得你的恩典 但是呢 我们通常会离开你的国度 同时也离开你的视线 以自我为意识 我们在生命当中 有时候都忽略了你 主啊 我们现在要沉默地 静静地来承 在心中默默地承诺 来承认我们所犯的罪 主啊 感谢你 你永不止息的爱 帮助我们能够来活在你的光明 跟日子里 同时来按照你的旨意来生活 主啊 我们为很多痛苦的国家 来祈求您的住民 在俄罗斯乌克兰的战争 也还有印度 还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制裁 求你赐这些国家来平安 在中东呢 还有叙利亚 伊拉克 尼巴嫩 他们也有很多的纷争 他们有许多的动荡不安 求你来赐平安 在非洲 还有肯尼亚 卡麦隆 奈吉利亚 他们希望能够以很好的一个和平 来协调 求你让我们团结在一起 来彼此相爱 来按照你的旨意彼此相爱 我们也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重新的从这个 在困惑以及逼迫当中 能够站起来 我们在欢庆世界的圣餐日 主圣餐主日 我们在基督的恩典之下 求你团结我们 转换我们 同时不论我们来自什么宗派 我们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希望 及恩典 求你的恩典的爱 来照亮我们 给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及力量 来带领我们的教会 让我们的基督徒 来免于被迫害 然后在迫害之中 我们能够坚强我们的信心 我们祈求你能够复兴我们 让我们在教会里面 能够成为一个分享爱的使者 以及和平的使者 在我们的祷告之中 我们也为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我们特别求你来照顾 我们的Canadian长老教会 我们是服侍全世界各地 许多的团队 我们在北京判醒 我们的一个行政人员 我们的牧师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求求你继续的祝福 这些所谓的学者的一个事工 我们的教会呢 是成为一个祝福的教会 能够延伸你的爱 不论是在我们的 左邻右舍以及远方的亲友 让我们成为一个 最好的一个器皿 最好的见证 我们求你也来注意 许多人有无助有重担的 而且求你支持他们 鼓励他们 在这一段安静的时间里面 求你聆听我们每一个人 在心中默默地来向你呼求 来说出我们的劳苦重担 以及我们的需要 我们今天聚集在 奉利的名聚集在一起 求你赐给我们智慧 让我们能够来了解你的旨意 来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为我们今天的 在这里现场的弟兄姐妹 以及线上的弟兄姐妹 向你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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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一点是什么 好的来 食物 天哪 真的是没错 就是最好吃的食物 你喜欢吃好吃的美食 我刚刚讲说请问一位 我看到你也举手 请问你喜欢最喜欢的是什么 生日蛋糕 太好了太好了 生日蛋糕很好 那么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谈谈 我自己的故事是来自赖比利亚 也是我的故乡 我今天会跟大家谈的是两件事情 在那个之前 今天是世界的圣餐主日 世界圣餐主日呢 我看到一个大家庭的聚集 在一起 我们基督徒 在全世界的基督徒呢 从来自不同的地方 一起来庆祝我们的一个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团契 因为这个主题呢 我今天要分享两个简单的故事呢 就是与食物有关 美食有关 第二件事情呢 也就是有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猜猜从F开始那个词 家庭 哇天啊 没错没错 太好了 来我们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他猜对了 食物及家庭 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 我是我的故乡 我成长在赖比利亚 给大家看一下世界的地图 世界的地图 太好了 这个是世界地图 那谁要猜一下 就是赖比利亚 是在哪一个 哪一个州呢 哪个大陆 非洲大陆 没错 哇太棒了 好的就是在非洲 没有错 赖比利亚在非洲 事实上在西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西非的地图 没有错 这是西非的地图 赖比利亚在下面 一个小小的国家 也就是我的故乡 那是我成长的地方 我在小时候呢 我常常很爱生气 我会生气 为什么生气呢 有一天我的爸妈妈 就跟我讲说 Nelson你知道吗 我们应该要去 多认识一下耶稣基督 好 那个听起来不错 那你要去 要认识基督的话 就应该要去教会哦 好 那对我爸妈妈来说 好像是很单纯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 因为我喜欢打这个足球 好 我喜欢踢足球 好 就是踢足球了 好 那我 我通常呢 就是礼拜天早上 是去踢足球 所以的选择就变成 要不然就是去 礼拜天去教会 或者是去球场上 去踢足球呢 我只能二学一 就我的爸妈妈 帮我做一个简单的决定 因为呢 他说 Nelson 如果你呢 你又去教会的话 而且要回来 你就是 就有饭可以吃哦 如果你决定要去 球场上踢足球的话 你回家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吃了 我心里想 啊好吧好吧 我就决定好吧 先这个 这个 继续踢足球呢 我就先回家 就是 整天要 要 要 要饥饿呢 还是去教会 回家有吃东西呢 我后来决定要吃东西 所以我就去了教会 那这去了教会呢 帮助我成为一个 上帝的家人呢 在 接下来不久之后呢 我就跟耶稣基督 建立了一个 很好的关系 后来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加入 基督徒的大家庭 在座每一个人呢 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家人 好 你说什么 你后来还有在踢足球吗 啊 问他 问他 我偶尔还是会踢足球 没错没错 我还是有踢足球 好 第二个 第二个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 就是跟食物跟家人关系 但是赖比列亚呢 他有 有一个很大的 这种冲突 而且这个冲突 维持了好多年 有些时候呢 儿童的家长呢 都被杀死了 有时他们自己也受伤 有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 就是大家有很多饥饿的 很多小孩子都没有食物可以吃 后来有些小孩呢 就聚集在一起 跟这些 这些同工聚在一起 你可以看这些赖比列亚小朋友 聚集在一起 而且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让上帝呢 给我们吃了很多食物 而且来祈祷呢 上帝结果回应了他们的这个祈祷 而且给他们食物来吃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 但是这个部分呢 就是表示上帝呢 真正的有听小朋友的祷告 所以你们不只是上帝的这个家人之一 每个都是 而且上帝会倾听你们的祷告 所以今天呢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两件事情 那去做 第一件事情要请大家记得 上帝真的是很爱你 而且你是一个大家庭 基督大家庭的 有这个全世界各地 有你的弟兄姐妹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大家 也就是 就是你们就是 可以猜 上次你就是 你们可以做得到 我希望你们做一件 你们做得到的事情 你猜是哪件事呢 好 祷告 哇 我 我要把麦克风这个放下来 让他讲 太好了 太好了 祷告 我希望大家 每一位呢 都要祷告 当你就是去 吃午餐 吃晚餐的时候 我要你说 上帝啊 感谢你给我这么多的食物 因为很多人没有食物可以吃 除此之外 我也要求你 为那些小朋友 就在全世界各地 有一些没有食物的小朋友祷告 可能今天大家可以做得到吗 很好 有些人说 好 好 很好 那 好 很好 我知道 有些人说 不行 有些人说 很好 谢谢 谢谢 不管你 你愿不愿意 我都感谢你的诚实 好 谢谢大家 上帝祝福你们 好 大家都做得很好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Nelson 我很喜欢你的信息 而且这个也提醒我们 我们其实可以做得到 其实这个是我们很轻易的 为我们全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 没有饭吃的弟兄姐妹来打造 是一件我们可以做的 所以大家回去我们的 不用的回到我们的主日学 今天是我们的家庭的主日 圣餐日 所以你们可以大家一起 那今天呢 但是我们在 在这个聆听讲道的时候 我们给每一个人 有一些作业可以在你们座位上可以做 那我们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小朋友 去Horizon 去日出地平线的教室 内容都其实都是一样 你们可以一人拿一本 然后回到你们座位上去 好的谢谢Hether 这个Nelson 我在第一堂也讲的是 我真的很感谢你的热忱 我们今天是有很棒的一个 所谓的学者的领袖 谢谢你的分享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来自 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今天有谈到 我们有很多生命当中 要丰富的生命里面的重点 就是我们世界的圣餐 我的亲戚在苏格兰 他们也有这个服饰 他们有聚佳在一起的圣餐 那我的 还有一个亲戚在意大利也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身为这个基督徒教会 我最喜欢 把这个拉高 太高低了 那全世界各地 很多的家 家庭 很多的教会 都是同一个家庭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彼此带导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的圣餐主任 重点并不是就是只是我们的祷告 而是等一下我们会领诱圣餐 我就简单的来谈一谈 而不是一大堆的一个是所谓的一个经文是谈到就是我们的爱 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从第十三节开始来看一下我们的经文 弟兄姐妹 你们蒙昭得了自由 但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放纵情欲 而要本着爱心互相服侍 因为全部的律法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要爱临如己 你们要谨慎 如果你们相互的要争吵的话 恐怕会同归于性 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话 今天我们来看看爱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的这个丰富的生命来谈谈 就是说我再试一下 能不能把它固定起来 好的不要碰它了 好的 好的 我们谈了很有关于丰富的这个生命 也就是耶稣说 我今天来就是要有这个是 让大家丰富的生命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们来看看如何在 透过圣灵在耶稣基督里成长 接下来好几个礼拜呢 我们会谈所谓的灵命 所谓圣灵的食物呢 这里有很多的特性 今天我们来谈谈 第一件这个特性叫做爱 那是什么是爱呢 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人是写给她的这个前任的女朋友说 我亲爱的玛丽呢 在我这个两个月以前呢 我就跟你断交 就是分手了 但是我们分手以后 我亲爱的 我的心就碎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糟糕 求你原谅我 我真的很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求你呢 就是继续爱我 签名是Jimmy 那最后一个在父子说 孙变就是很高兴的 祝祝祝你这个真的是恭喜你啊 因为你上礼拜呢 这个得中了乐透得了大奖啊 所以我们今天爱我们弟兄 我们爱这个爱我们姐妹 那我们是互相相爱 我们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呢 我们这个爱呢 就是说有不同的意义呢 这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上礼拜 这个是有至少七种不同的字缘描述这个爱呢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家人的爱啊 还有就是两个爱人呢 还有就是对于这些放纵的这个爱啊 还有很多的不同的爱呢 还有就是夫妻之间的爱 还有无条件的爱呢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什么叫无条件的爱 那我们看看今天的哥罗西书的章文 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呢 他写了信给各加拉太的教会 他呢就是在这个教会呢 来这个是建造很多的这个门徒 那我们上礼拜所看到 这是他离开这个教会以后 这个假先知来这里 他就说哎 你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恩典 但是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事 你们必要做这个 做那个特别领域 就是说你们现在呢 就是要这个是上帝已经是接受割离 那保罗就很生气 因为保罗的恩典就是上帝已经为我们做了 就没有上帝的恩典 然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 来取得正义 因为是上帝的正义呢 公理正义呢是来自他的爱 就是保罗上礼拜讲的 保罗圣经说 所有的律法呢都是可以透过彼此相爱 也就是说要爱灵如己 彼此来服事 那保罗所谈到的属灵的食物来讲呢 第一个特性就是说 这个部分在我们生命当中 如果我们就是来专注来追随耶稣基督 那上礼拜还讲的就是所谓的灵命的成长的资源呢 那时候咱们谈到葡萄藤跟葡萄故事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那让我们看看我们如果是上帝 向我们如何的成长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丰富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集中注意在所谓属灵的食物 属灵的食物的特性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爱 我们一定要就是透过我们灵命的成长里面呢 我们不能只靠我们自己来成长 因为这个部分就是圣灵才能够真的转换我们改变 我最喜欢就是一个蝴蝶 很多的文化呢 就是说羽化为这个蝴蝶就是一个转换一个新的生命 犹太人 罗马人 还有美国人啊 还有这些很多人呢 就是用这个所谓蝴蝶呢 当做一个新的转换 从这个毛毛虫呢 转换成为一个美丽的蝴蝶 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我通常是看那个毛毛虫呢 就是在做捡 有多少人看过的 那个是毛毛虫主师做了一个捡 你可以看它的转换 转型 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 那时候我的小男孩 我那时候觉得是说 在那个蛹里面呢 那个毛毛虫呢 他们本来在地上爬来爬去呢 就是开始长出这个脚啊 还有前面的头上长出脚 还有长出翅膀 那不是这样子 其实在这样的转型里面 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毛毛虫呢 事实上去溶解变成一个 像是一个液体一个浆脂一样 那这个部分其实材料是一样的 原料是一样的 但是呢它融化成为一个新的生命 然后成为一个是所谓的 是像耶稣基督在死里复活里的 完全一样 它是同样的一个材料 同样的一个遗传基因呢 但是转换成一个全新的一个形象 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成为一个新的一个生命 圣灵呢 转换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成长成为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生命的特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水果呢 有不同的这些特性 不同的形象 所谓爱喜乐 这个是诚实中生存 温柔啊 以及自我的一个纪律等等 我们就是今天早上 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有更多的爱 那我可能今天要更有信心啊 但是呢 我们人心呢 我们人的这个潜在呢 就是我们要不断地在改变 转型啊 成为一个温柔 有自律 喜乐 平安 有爱的人 这是慢慢地培养的 那这个部分 所谓新的生命呢 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不是只有学习怎么样的爱 而是在整个过程里面 让我们能够学习 耶稣所给我们看的 新的一个爱 早期的基督徒 在看耶稣基督徒 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爱 很多不同的这个想法 有关爱的 以及不管是这个是 各种各样的爱啊 你不管是什么样的爱 大家看到耶稣基督徒的时候 才说啊 我们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在寻找的爱 主耶稣基督就是爱的一个典范 他们就叫阿嘎培 这个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 有几年以前有一位这个神学家 他还不幸过世 他写着说 阿嘎培 就是上帝的这个阿嘎培的爱呢 就是看到我们早期的耶稣基督 所塑造的基督徒的爱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是耶 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希腊文呢 在那时候写了这个阿嘎培的这个爱呢 他直接就是看到上帝呢 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彰显出来的一个形象 这个不见得好像是一个 所谓的一个天然的一个个性 而是本性 而是一个所谓超自然的一个食品 结的果实 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种子是你不喜欢 我们还是要遵循耶稣基督的一个爱 这也就是所谓的耶稣基督的基本的一个个性 就是阿嘎培就是爱 根据阿嘎培呢 这个部分阿嘎培的这个爱呢 让我们呢直接从事透过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所彰显出来的爱 这个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所做的事情 他的爱呢就是所谓道成肉身 然后呢就是来到我们世界上来做给我们看 什么叫做爱 那我们呢只要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 他所做的事情才能真正的瞄准爱 耶稣基督在这一辈子 他在以色列呢 当老师 你还记得尼哥底姆的那个故事吗 他来到这个耶稣 但是晚上来了 是看到这个阿嘎培 很多的拉比聚集在一起 因为白天呢 他们就是很忙着训练蒙徒的 但是晚上呢 他们就聚集在一起 才发现说 耶稣基督才真正的拉比的老师 他们说拉比 我们知道你是来自上帝的老师 没有人可以做你这些的神迹奇事 那耶稣的回答是说 老师告诉你们 如果是不是从这个 透过从天上所诞生的人 你就没办法看到上帝 耶稣基督就是一个新的转型 我们目前上帝的国度里面 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来进入天上 我们要透过一个重新的转型 透过类似像毛毛虫转换与化为蝴蝶 让我们重新的融化 重新的塑造一个新的生命 透过圣灵在我们生命中 所充满新的生命 那尼科蒂姆在那天晚上的对话里面 他问所谓的什么叫做永恒的生命 耶稣说 除了是来生神子从天上来到地上 就好像摩西打开在荒野之中所看到的 也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 尼科蒂姆其实那一天他有些困扰 他搞不清楚 这个到底怎么会变这样子 尼科蒂姆他在努力想要认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就跟他讲一个重点 他说我会死在十字架上 就是为了你们大家 为了你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因为呢 因为他是这么的爱我们 为了我们的罪就死在十字架上 他甚至于说你知道说 因为上帝这么爱世人呢 他把他唯一的这个儿子呢 就是能够死给我们 他不是派他的儿子来谴责 来处罚我们 而是来救我们来爱我们 如果你相信他就不会受到处罚 但是呢 你如果不相信他的话呢 你们就是不相信这个 唯一真神的儿子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爱 耶稣基督就是爱 上帝是这么爱的世界 上帝是这么爱你跟我 上帝呢 就是才派他的儿子来到世上 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基督的死呢 就是该用他的生命呢 来拯救 醒醒了我们的罪 透过他自己的死 这个就是生命 这个就是爱 我们想到这个 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呢 他们就是可以想到 他最为我们牺牲的这个爱 他的这个爱的程度 就是阿嘎培的爱 我们就是因为 透过这样子的爱 我们才得以自由 这个就是保罗在 哥罗西说所讲的 我们是因为蒙昭 得了自由 我们才能够在爱中行走 才能够在服事 别人的过程里面 来分享这个爱 Charles Wesley 他也是写的 说我们过去呢 在这个神 就好像是在 好像是在地窖 在监狱里面 忽然这个看到亮光 我捆绑我的这个铁链呢 就忽然就断掉了 然后呢 我可以看到 耶稣基督的爱 是让我能够体会到 这样子耶稣基督 为我的罪而死的这种的爱 因为上帝是有无条件的爱 虽然我不配得得到他的爱 但是呢 我们有时候呢 又是很自私 我们也自以为是 我们就是没有按照他的旨意来做 但是上帝赐给了我们这个新的爱 就是在这个部分呢 不是因为我们爱他 而是他这么爱我们 而且呢 他是拆拍了他的儿子 唯一的独生子 独生的爱子 来为我们的罪得到救赎 我们真正的是要描述这个爱呢 真的不知道怎么描述 耶稣基督的爱 他对于所有的人的爱呢 这个其实就是 只用一个字叫阿嘎佩 那时候追随耶稣的人呢 他们不只是 就是在看到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所沾显的爱 但是呢 就是了解 他是一个所谓的道成肉身的爱 在他这时 就是进入 要被垫在私架子的时候 他跟他的门徒 有用最后的晚餐 那但是其中 还有他就是 为门徒的洗脚 洗脚 然后那时候 大家每一个人呢 都是被他服侍 每一个人呢 都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身份地位 因为耶稣基督替他们洗脚 而且耶稣基督后来就在那里 就是跟用的这个 用这个毛巾呢 洗了每一个门徒的脚 他呢就是你可以想到 也种这个万王之王 万国之万民之国 还有很多的天使呢 来祭拜他 他也是用 祝使也是永恒的 你可以看到 这是种天使来赞美敬拜的 而且创世 创造上世界的这个主呢 他所派的这个直升级 他就是盗工了自己 来就是来在那里 甚至于他在这个 门徒的这个房间里面 他还是站起来 围了一个围巾 他洗了手 而且精致地洗了 每一个人的这个脚 你想想他是多么的谦卑啊 但是耶稣基督这么说 你知道我为你做的是什么吗 你是你们是叫我 生我为主和我的 我是老师 你讲的没错 但是呢 我是你的主人 主啊 也是你的老师 都洗了你的脚 你也要为彼此洗脚 因为我做的是一个示范给你看 是你们也要为我所做给你的事情 你们也要这么做 各位弟兄姐 这就是爱 我们不用去去这个不用迷失在那个我爱你我爱你三个字 其实耶稣基督就是爱 因为我们就是对透过一个转型成为他的形象 我们也成为这个爱 大家了解 耶稣基督是因为是我们蒙召彼此的服事而得到自由 这就叫做 这个部分我们配的不是说我们是就是好像是得了这个中了乐 乐透得了一个大奖得了很多钱一样 但是他的这个阿嘎配的就是爱呢 就是转换的形的一个爱 那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接下来几个礼拜要看这些特性的 这些都是在我们生命当中不断的发生的事 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是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呢 转换我们呢 那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人 让我们也彼此来相爱 让我们来就是来 好好的来爱彼此 好让我们现在来祷告 爱我们的主啊 才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带给我们的爱 纵使是他死 甚至于他还死在十字架杀 而且转换我们 求你的圣灵来转换我们 让我们能够来释放我们的自我 来帮助我们 圣灵来改变我们 让我们能够成长 所以我们也可以体验到你的丰富的生命 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就像Ross的牧师讲 我们在全球各地的弟兄姐妹呢 今天都来庆祝所谓的主日的世界的圣餐主日 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准备一下 好的 那有些人拿一下麦克风 好的 有些人帮忙带领我们圣餐的弟兄姐妹 好我们一起来来回应一下 今天在世界的一个圣餐主日 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一体的 今天我们要庆祝神的圣灵 在我们受造物中的运行 在神的子民身上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今天我们要牢记自己的责任呢 用爱心彼此包容 用和平来带来合一 要成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身体 我们是一体的 今天我们要去 还记得身为一个身体的成员呢 我们可以让这个耶稣基督的爱 带来希望 带来世界带来改变 今天我们要了解到这种的希望 这种的盼望 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 而且支撑着我们 我们是有同一个希望盼望的人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的一个团结 我们要把这些 使我们分裂的小事要放在一边 而且我们要记住 有了上帝之后 我们就可以克服一切 今天我们要被提醒 只有温柔和谦卑 我们才能够清楚地看见上帝对我们的一些计划 我们是有共同主的子民 今天在世界的圣餐主日 我们要承认我们属于上帝也属于彼此 我们分享这个饼和这个杯 我们一起来圣灵上得到支援 让所有人都能够得到爱和服侍基督 我们是一位超越一切 贯穿一切的上帝的子民 好就像Nelson刚才跟我分享 这是一个家庭聚会 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家庭里面的成员 耶稣基督呢 在被卖的那一夜 他拿起饼来 跟他的门徒在一起来 享用最后的晚餐 他拿起饼来 注现了 他把它剥开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得 当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我 饭后他也这样拿起杯来 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次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我 使徒把罗就写说 当我们是饮这个饼 饮这个杯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上帝呢 就是这么爱我们知道他来的时候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来领受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礼物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请大家来到前面呢 我们在前面有不同的这个桌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视频上面有一个图像 从右手边来 然后在桌上 林的圣山 从左边回到你的座位 那把这个饼干的杯呢 再回到我们座位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一起来引用 好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上帝我们非常的感谢你 因为你就是爱上帝啊 我们非常感谢耶稣基督 能彰显了你这个无条件 而且牺牲的爱 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保险呢 来让我们罪得赦免 我们也感谢你来转换了我们 主要我们在接受这个圣餐的时候 我们祈求你的圣灵呢 也在我们当中的运行 你会用透过我们这个圣灵的食物来滋养我们 让我们也可以被转换 让我们可以去爱 以及服务大家 来解全世界的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好的 我们招待可以来到前面了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 我们的圣灵 我们的圣灵 天赋的爱是我的女生 天赋的爱是我的女生 但他能给他 他的生气把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天赋的爱是我的女生 他生气把他的独生子 How a father turns his face away As wounds which are the chosen one Bring many sons to glory Bring many sons to glory Yes, that means we go with the five-year-old How deep the Father's love for us How vast beyond all measure That He would give His only Son To make a wretch His treasure How great the pain of searing loss Father turns His face away As wounds which mar the Chosen One Bring many sons to glory Eat and drink for these are the gifts The grace of God for you, the people of God Let's sing these words together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I cannot give an answer Why should I gain from His reward I don't know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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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now 就是有不同的语言 然后我们今天呢 就是也用心的来看 这个荧幕上可能就会知道 我们是在念到哪一行 但是让我们一起来念 附送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王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的日用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 都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好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 我都搞混了 好的 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服饰 我们今天可以听到不同的这个语言 来念这个主导文 我们其实是合一的教会 我最喜欢这样子在上帝能够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聚在一起 我们一起来赞美主 然后我们今天结束之前 请大家不要忘记呢 我们还外面还有一些这个全球的这一个这个是所谓的一个一个餐物 还有一些好吃的还有牧师爷在旁边 我们的长老人在旁边 如果有需要带到的可以去找他们 上帝祝福大家 成为上帝的这个子民一个上帝的儿女呢 我们请大家有这个所谓的像上帝原谅我们一样原谅其他的人 我们要有爱心要有关心 让我们大家能够合一为一 受上帝赐福你保佑你 耶和华让祂的荣光照耀你 赐恩给你 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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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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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